有句老话叫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在那个男尊女卑 传宗接代极为重要的时代 没有子嗣意味着家族血脉断绝 被视为莫大的耻辱 有些地方甚至认为 若是没有男性子嗣 家族便难以在社会上立足 甚至无法入葬祖坟 无法得到先祖的祝福 为了生育男儿 古人不惜尝试各种偏方 有些偏方十分诡异 比如吃掉男婴母亲的胎盘 饮用男婴坟头土与水等 然而最为普遍的方法 还是向寺庙求子 在佛家信仰中 有一位特殊的菩萨 宋子观音 传说他专门为五子之家 送去新生命 为那些渴望子嗣的家庭 带来希望和福祉 临统有个小山村 该村外头就有一家寺庙 传门该庙的宋子观音 很是灵验 已经有多户人家 在上香拜佛后 如愿以偿了 因此寺庙的香火 一直很旺 当时村里有户姓刘的人家 家主是个木匠 他跟媳妇成事成亲多年 虽说生下了三个孩子 却都是女孩 关于这事 刘木匠的母亲很是生气 跟儿媳成事的关系 也愈发紧张 二人是互相看不顺眼 刘木甚至经常 旁若无人的大骂儿媳不中用 刘木匠夹在中间 也很是难做 直到这天 刘木在跟几个街坊们 聊天的时候 听闻了村外寺庙的传闻 据说一开始 寺庙的名声一般 甚至到了快要关门大吉的地步 而庙里的住持 一个年静七旬的老和尚 则选择了下山游历 帮助世人答疑解惑 当时邻村一个猎户 跟媳妇结婚十年了 一个孩子都没有 两人也经常吵架 甚至打算合理 都说宁差十座庙 不破一桩婚 两家人想招法劝 可也明白 最终没有孩子作为纽带 还是不行 结果那天 老和尚来到了该村 并从村民口中 听闻了夫妻俩的事 还主动找上了门 说要帮助二人 那和尚看了猎户一眼 忽然开口道 施主 你可还记得三年前 你在林子里杀死的 那只野狐狸 哦 我想起来 我记得当时那狐狸 就快生咋了 不过高僧 您是如何知晓的 还是说 我家的事 跟这有关系 有点关系 老和尚双手和十 明响了一会 这样吧 你带些供品 跟我去庙里上住香 说不定菩萨保佑 会带给你一个孩子 猎户当时半信半疑 觉得这老和尚 是想骗香火钱 就没答应 反倒是他媳妇 感觉不如死马当活马医 若真能生个孩子 挽救这段婚姻 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猎户没办法 只好准备了一点供品 跟着妻子来到了老和尚所在的寺庙 老和尚也没多言 带着先去大殿上了住香 并让他虔诚地忏悔过错 随即领着他去了另一个屋子 里头的正是一尊宋子观音像 猎户跟妻子跪在地上 磕头跪拜 老和尚则在一旁帮其送经 上完香后 猎户就把这事抛诸脑后了 完全没想到能有作用 结果几个月后 其媳妇忽然出现了肝藕和失眠的情况 他意识到不对 立马找来了郎中 结果十年未孕的妻子竟然怀孕了 甚至在不久后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可把猎户一家高兴坏了 且此事过后 那寺庙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前去上香求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听了此事 刘母也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回到家后 看着围在儿子儿媳身边的三个孙女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即提出让夫妻俩也去寺庙上住香看看 最好是能见到住持 让他帮忙给看看 几人谈话期间 院子里的大黑狗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一般 站起身子朝着门外狂吠起来 刘母将以为有客人 起身查看 可门外却空无一人 他训斥了黑狗几句 黑狗这才老实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答应了母亲的夫妻俩 便乘马车来到了那寺庙附近 寺庙位于半山腰 且乡客很多 二人一直等到过了晌午 才终于进入了大殿 夫妻俩上完乡后 还想着如何能见到主持 结果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苍老的声音 两位施主何故愁眉苦脸 贫僧刚好路过 何不讲出来听听 二人抬头看去 一个胡子花白 慈眉善目 手持法杖 身披袈裟的老和尚映入眼帘 正是寺庙的主持 夫妻俩激动不已 连忙上前跪下 将二人连生三胎都是女儿的事说了出来 老和尚听后点了点头 并未言语 只是领着二人来到了送子观音的佛像下 让其前程跪下上香 他则在一旁帮其诵经 过了好一会 老和尚拉起二人 并开口询问道 施主家中可是养着一条黑狗 正是 那黑狗是我们结婚那几年捡到的 看其听话 就留下看家了 可有问题 三日后将你家黑狗牵走 等到孩子将士再说 言罢 老和尚便转身离开 不再多言 夫妻俩一头雾水 直到回家后才发现 城市竟然又怀孕了 这下 夫妻俩立马按照老和尚的说法 将黑狗暂时送到了城市的娘家 十月怀胎 这次城市顺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可把一家人给高兴坏了 他与婆婆之间的关系 也得到了缓和 一家人愈发和睦 为此刘牧将特意前往寺庙 感谢老和尚的帮助 并询问为何将家门口的狗牵走就生男娃了 老和尚微微一笑 道出了其中秘密 原来本该投胎到城市肚子里的 就是个男孩 可巧就巧在 这男孩的上仪式 是被他家黑狗的上仪式给杀死的 两个冤架算是撞上了 加上黑狗威慑鬼魂 来投胎的鬼魂 自然没法进入刘家的家门 更别提能投胎成功了 不过老和尚告诉他 这些都是前世恩怨 只要投胎 一切记忆消失 两者也就不存在相克了 他可以放心将黑狗接回家了 老和尚果真没骗刘牧将 他将黑狗接回家后 黑狗好像也很喜欢家中的新成员 其儿子长大后 也总喜欢缠着家里的黑狗 而在黑狗死后 儿子大哭了三天 才同意将黑狗掩埋 欲求子嗣 人们知道取决于自己 却不知道其实取决于天意 人们知道取决于天意 却不知道其实全在于自己 为什么说是取决于天意 世上有人妻妾满堂 却没有儿孙 有人只有一妻 却子女众多 这样的比比皆是 还有人多方滋补 而没有效果 有人不吃补药 却早生贵子 有人不断尝试 却总不成功 有人一次同房 就怀下身孕 这些都是天意 不是人所能决定的 为什么说其实取决于自己 那些断子绝孙的人 若不是因为今生作恶多端 就是由于前世恶行的报应 坦荡无私的上天 绝不会苛待任何人 既然作恶已招致栽殃 修善自然就会获得福佑 比如寒潭之中的水冻结成冰 也一样可以融化为水 所以人的命运其实全由自己把握 并非取决于天意 善于求子的人 往往在不求之中自然得道 在勤行善事 方便助人中自然得道 在慈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中自然得道 既然见到前人所得的善报 何不自己也照着去做呢 扬州有一个姓高的人 原先没有孩子 在经口经商时 介遇的旅店房间中常闻到一股安息香的味道 一天 墙壁上忽然伸进来一只 他悄悄观看 发现隔壁有一位独身的少女 去向店主打听 原来正是店主的女儿 就问为什么还没有出嫁 店主说 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婿 几天以后 高先生在周围邻居中 打听到一个合适的人 告诉了店主 店主觉得还可以 只是嫌他没钱 高先生说 我可以借钱给他 当天就为他们做媒 并送了几十两银子 高先生回到家里以后 梦见天神对他说 你命中本来没有儿子 现在赐给你 就起名叫全 一年后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中了近视 一直做到上书 见到美色 不起邪心很难 为他寻找合适的女婿 就更难 帮忙找到合适的女婿 很难 出钱帮助他们 独立生活就更难 人人君子持身处事的态度 就应该这样 诚意正心 力行善事 是获得福报善果的种子 是求子得子 求寿得寿 的根苗 让我们积极行善赔福 多积阴功 传播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 形成向善止恶 乐行善事的美好社会风尚 优优优独播剧场——